從小就被叫貢丸 因為我們家全部包括我爸 外號都叫貢丸 那時候流行那個越野車 把手是平的那種越野車 就人家那種特技的那種越野車 那我們都騎俗女車 前面男子可以放10斤貢丸 後面再夾個10斤20斤 我就可以送去沈黃廟 從小時候其實都在家裡面幫忙了 比如說逢年過節的時候 到工場裡面去幫忙去蹭貢丸 綁貢丸 其實一開始不是很喜歡 慢慢的話會改變我這個想法 是從大學高中快畢業的時候開始 開始我們的通路有涉及到說 一些交流到服務區 慢慢的同學會說 那個你們現在貢丸 我們現在上高速公路看得到 然後而且我的爸爸我爺爺 說吃你們的貢丸 我就聽他說你爺爺 那我突然驚覺說 原來你們都吃 我們貢丸吃那麼久了 開始轉變我的想法 是不是我應該要把這個東西做好來 這樣才不會去辜負這些 很喜歡吃我們產品的一些客人 因為從我爺爺早期是自己手工垂打 然後垂打的時候 其實你在一個原油料的控制 它就是一個技術了 因為做貢丸它不單純只是說 只是牛仔你拼命的一個垂一直垂 把它垂成肉漿 它其實最難是難在說 你前面它會挑肉 比如說好了 你剛肚宅下來的肉 神經都還活著的時候 然後它是會跳動的 而且表面是很光亮很油潤的 那如果說你的肉放置了一段時間 它就會變成像是水漾肉 外面變成慘白 然後濕濕水水的 那我就沒有彈性 做不起貢丸 我就開始從爺爺還有父親去了解 不過一個好玩的事情就發生了 變爺爺講的跟父親講的不太一樣了 那我就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爺爺說 他說我很厲害 那個我功力比較深 我可以聽音變位 我聽那個這樣打的聲音 啪啪啪啪我就覺得 這個差不多可以了喔 那爸爸可能說他沒有那麼高深的功力 他必須到現場去看 那就發現說這個就是一個傳承的問題 沒有一個就是很標準的一個SOP 然後再來是這個東西還要靠一個 本身接班人的一個傳承的一個物性 或是天分 所以前面的話 就是說在於品質這一塊 你必須要花時間先去了解 那因為我本身是學食品 所以說為了找出這件事 我就開始一一的警示 削肉絞肉打漿啊 成型啊 然後水煮冷卻包裝這一塊 這整個環節 錯了一個 它就影響到後段 所以從找出說每個點 它都是一個關鍵的一個SOP 那現在做好之後呢 那我只要那個師傅照我的班人去做 然後他就可以做出老師傅的水準 然後這個也埋下了說 後續我要去做這個AIOT的一個契機 這個實際上是過程中監控它的轉速 還有時間 那我們現在溫度控制好了之後 我就要靠這個保溫 它留在裡面是木頭 大概占定一個小時 一個小碎 那它溫溫裡面的那個蛋白質啊 能夠溫溫溫的溶解出來 然後再變得很黏琢的肉甲 以前我們做的事 就是有點是一盤閃殺 就有點管理啊 變大家都跑來跑去 可是這個東西出問題的時候呢 你找不到誰負責喔 因為每個人都摸過 AI公司來找我的時候呢 剛好是可以讓我的管理去升級 那一開始的一個數據的蒐集 Data數據蒐集跟數位優化 其實我都已經做到位了 所以我要直接進入到AI那個階段 數位化了我就很容易 每個環節我都有一個就是說 Sensor就做監控嘛 如果有異常它就會反紅 那我就可以當下知道 這個有狀況馬上去看 立即阻止 讓它的損耗降到最低 所以說這些數據那個蒐集之後呢 會有益於說我去分辨 我品質優良的時候 或者說我怎麼做一些新產品的時候 我可以用這些數據來去做優化 大數據如果說累積起來的話 它其實會更利於我們判斷 而且我們人腦其實有時候記憶力沒那麼好 但是這些東西不會跑掉 採用期的話大概我們之前的量力 大概是88%到90% 然後但是我們現在的話 大概就可以到94% 甚至到95% 早期大家會認為說新竹貢丸 就是豬肉做的 對嘛 然後貢丸它其實是一個貪育 就是我們做貢丸這個動作 用貢丸這個聲音這個動作來去命名的 所以叫貢丸 那到我這一代的話 我想要把它改變一些它的一個定義的方式 等於說貢它是一個做法一個工藝 我希望說能夠用這個做法工藝 做出來的丸子都可以叫貢丸 我從這個工藝我可以去衍生出說 雞 鴨 魚 牛 羊等等的 都可以來去做成這個貢丸 而且我還可以跟各地的一個名特產去做結合 就是變成說地方名產再跟地方名產去做結合 而且我是變成說一個平台 我用我這個貢丸的工藝基礎 把它大家整合在一起 比如說好像最近的話 是那個花蓮復林那邊 他們有做一些比如說金針花劑 那其實他們農會就有希望說 我們幫它開發那個金針花貢丸 甚至說像新竹農會 我們之前新竹其實它是個荔枝產地 那我們就把它做成荔枝貢丸 然後舉鞋印叫荔枝 白癡吃了喝很荔枝的荔枝貢丸 然後讓新竹貢丸這個東西 不只局限於說我是在地的一個名產 像你爺就認為說 你把傳統貢丸做回來就好了 幹嘛去搞那麼多口味 因為每個都現在自媒體了 每個都想要有自己獨特的商品 我不要跟人家一樣 我才有競爭力 甚至說我們也願意去開發說 我們你有想的idea 你可以跟我講 我幫你去開發出來 我不會去收你任何費用 因為我是希望說 能夠透過我這邊的一個資源去幫助你 開發出你的獨有獨貴的商品 我們的荔枝荔枝是更近南聯名 更近南 因為近南本身它是 很有名的一個加油公司 然後這樣才也很出名 我覺得這個做得很好 那他們總是長也很願意 所以這樣做起來其實是 對我們有幫助 對他們也很有幫助 所以這是很好的一個模式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有跟那個 大臣的一個童德豬來去做合作 你用這麼好的食材的肉 做成這個玩意 而不是很浪費嗎 那其實不會 如果我們能夠把這個食材的一個風味 特色 就是完整的表現出來的話 那他們消費者其實是會很驚豔的 所以我們這些產品也賣得非常好 也好是目前的話 也是有賣這個產品 也是賣到缺貨 然後大家等於說互利 我可以 我的流量 我可以分享給你 然後你的流量也可以分享給我 這是我們古巴的幾年的時候 台灣第一次發生口蹄液的案件 那時候的話 新聞有報導說 口蹄液的豬肉都是拿來做成貢丸 然後跟香腸 那慘了 信毒購完 那個我們屬於又是賽地比較知名的 然後大家其實他的業者也說 叫我副新出來去澄清啊 已經病死豬的肉是不OK的 根本做不出購完這個品質啊 那時候真的是生意一落千丈 但後來還是有撐過去 不過真的是花了好幾年的時間 慢慢回來 其實台灣的豬肉品質一直都很好 我們的養豬技術在國際是非常出名的 我們的豬肉其實都可以去媲美日本的豬肉 吃起來它沒有心喪味 而且口感都很棒 然後加上說 現在的一個塗材技術也升級了 那現在露出來都是很漂亮 然後很細緻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為什麼一直堅持要用國產豬的原因 我們的一個大通路啦 就是賣場啊 比如說家樂福啊 全聯啊 大人發 再來是線上 比如說直播 還有團購 這個是疫情下也是驅使爆發成長的一塊 這是國內的部分 然後國外的部分的話 就是畢竟台灣的內需市場 雖然有可是不是很大 那海外其實他們很少有這個丸子 因為他們有的大概都是屬於瑞典肉丸 類似我們的獅子頭那種東西啦 它沒有這種工藝來去加工 那我希望說能夠用我們這個工藝 能夠去讓海外的人士去吃到 說我們台灣有這個丸子的產品 各地法規的不同 因為有些國家可能不准你牛肉進口啊 不准你豬肉進口啊 或是說我遊戲地方我只吃魚肉吃雞肉啊 那我都可以用這個做法 讓我們的這個海外販盤這個名氣 還有這個產品都能夠達到世界各國去